哼哼 打扰你看書了嗎? 嗯...在看什麼呀? 高考語文 天吶,什麼時候開始這麼用功了啦? 這兩天在家過得還好嗎? 什麼時候開學啊? 嗯...應該快啦 嗯...不過...在家裡躲在幾天也挺好的 怎麼了? 那要不這樣 那就閉上眼睛 休息一會 休息,休息一下 我來念給你聽 你看到第幾月啦 啊...這裡啊 嗯...好的 哼 哼 哼哼 哼哼哼 好啦,你就...躺下 嗯...然後... 再把眼睛閉起來 好好好 好好好,我就在你耳邊說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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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但是现在,我感觉现在都是跟着主流媒体用错了之后,然后就把它变成是对的了。 所以,美轮美欢,至少在以前,它是只来形容防护的。 只手可折,形容人呢,很有诠释,之前是很有便宜的。 哎,现在,就是用来形容一切都志向的食物。 怎么觉得这个都是在抨击现在的用法? 哎,就随便听听吧。 看看儿弹,看看本来的意思呢,是刚知,弹得理智气壮,再叫看看儿弹。 现在呢,大家都用来形容聊天。 收到几种,首先收到攻击,一般做卫语。 但现在,大家经常把它做定语,代替收线。 我的天啊,这什么鬼东西。 这些都改了吧,可能。 毕竟有一些读音啊,都因为大家一直都念头,然后就直接改掉了。 天啊。 不温不火,只表演既不成门也不过火。 然而,现在这边人用来表示商品的销售不够火爆。 却把那个温呢写成了温暖的温。 哈哈哈哈哈哈。 一言九丁,说话有分量。 不能表示收信用也不能用于自己。 天啊,如果按照他这边写的严格的规定的话,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百分之八九识都是错的。 拖音而出,比愚人才展露头奖。 帮逼生辉。 帮逼生辉是一种前进之词。 就是只能自己说,就是哎呀你的到来就是的我这边帮逼生辉。 然后好像有的广告语里面说什么,让您的居士帮逼生辉。 这,这就是基本是在骂人的话。 然后,不负众望。 那个负是那个,呃真负的那个负。 这个不负重望是只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哦,对就是辜负的负。 它是一个不好意思。 义无反顾,为正义而勇往之间。 常被勇于毫不忧郁的干坏事。 这又是一种错误的用法。 哎呀,现在这机械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语文就是考试那些大纲啊,或者是一些辅导资料上面现在都是什么样的定型。 毕竟我这个已经是2010年的了。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已经考考了10年的人。 哎,老啦,老啦,老啦。 炮转英语。 这个跟那个蓬皮说话有点小都是。 自己才能说的是一种自欠的措辞,不能用于对方或者第三者。 人满为患,其实它那个患嘛,大家看得出来一开始其实是个便宜。 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强调人多的坏处。 当然啦,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这种便宜的色彩了。 文不加点。 现在文章写得很快不用涂盖就写成。 这是一个抱歉词。 应该没有人会理解真不加标点符号吧。 。 良悠不齐。 一群人中呢,有好有坏,侧重去品质。 不用于水平和成绩等。 修其与共。 同欢乐,共悲哀,同感共苦。 翻云浮育,并于凡复无常或玩弄手段。 不能表示气势后悔等等翻云浮育我怎么觉得。 现在在一些恍若销售作品中, 常常是用来描述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初心积虑,这是一个便宜词。 如果想要用它的报译呢, 它写的是单情积虑。 或重去离,别羽毛先为别人处理而不知上当。 也会不知道它有一个上当的这么个行业。 二级面铭,表示长辈的准准教的, 不能用于同辈之间。 也不能用在便宜上。 感觉这个词好像现在的理解挺便宜的耶。 我再强调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对某一个词语有一些看法。 大家请去咨询自己的语文老师。 而我不能在这儿无认自己。 现在发展太快了,我就跟不上时代了。 如丧靠笔,像死了父母一样,就是一个便宜词。 含有冲动,至今融藏数很多,不能用在其他事物上。 含为冠旨,它这个词的主语是人。 如果这个主语是一件东西,一个物品的话呢, 就要说令人含为冠旨。 啊,心儿的ASMR,令人含为冠旨。 这个才是真正的用法。 同样的呢,伤心悦母,它的主语也是人。 如果你要放在一个物体的后面呢,也要加上令人伤心悦母。 啊,心儿的ASMR,这是令人伤心悦母啊。 小妻相关,必于彼此间或福互相关联。 相濡以沫,患难中互相救助。 面目全非,食物的样子变得很厉害。 别致,它值得是变得很糟。 哦,它这个变得很厉害,不是说它变成很厉害, 而是它发生了特别厉害的变化 然后变得很糟 这是面目尘培 千一似千 意志不坚定 喜爱不专一 平铺之许可用作报意 只问这样不讲究修辞 只把意思直接叙述出来 一蹴而就 一步就成功 千万不要互结成为一七合成 那一蹴而就和一七合成的区别 大概就是 一蹴而就指的是 最后的结果是成功吧 不知所运 不知所运呢 它是指说话的人说得不好 而不是听的人不理解 就是这个人 不知所运 还是这个人 讲的东西很奇怪 讲的很不成功 心有余悸 只用于对过去发生过的事 还看到害怕 心比涂鸦 虽说乱话 不表示说话的 又快又好 伤心下笑 他居然说是个便利词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鸿鸦 他上次说不用 是表示群众也干不为榜样 好吧 大方之家 懂得大道理的人 繁殖 剪夺时光 学问身后的人 三人称呼 三人摇转 说有老虎 听着就会以为真的有老虎 比喻流烟火中 容易使人无价为真 有的人竟然以为心儿跟一期节目 就能运输败坏 哈哈哈哈 欧迪玛 就 就有 就是有那个特别单纯的小伙伴嘛 老虎的问我说 哎呀你一起 哪个音频看到点赞有那么多呢 因为那个点赞的话就是大哨嘛 所以一起 那个音频 大哨就有999家 他最不时有很多很多天 他只是他这个美一期 你看到的那个 点赞的数字 是整个电台的总和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多 节目加在一起 是有999家的点赞 有没有999家 可能还没有 啊我不知道 我来看看 这个指的是网易云那边哦 来抽一言 抽一言 我来抽一言 哦是有999家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标黎山河 指一面一山一面铃 还形容第十线药 哈 第十线药 好吧 羊春白雪 不能够理解为春天的雪 而是指高雅而不通俗的文艺作品 感觉现在好像 哎 现在羊春白雪 是不是有点便宜啊 反正它原来指的是高雅而不通俗的文艺作品 律师不赏啊 经过多次实验都没有 差错 万人共享 大家都从家里出来去想一处 世界想得空了 多用来形容深大的机会或者星期的事物把所有的人都吸引来的神光 光怪陆里形容险象其一色彩般来 旧能反代 比喻只会吃喝不会错失的无能之人 有口皆被所有的人都一致称颂 不足为虚 不值得作为效法的准则 不以为然 多用于表示不同意 人面桃花 原指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灰影 后来就凡之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 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肠王心情 穿云烈士 形容声音高康嘹亮 身无常物 身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仅容人亲密或者生活简朴 简薄容发 中间的距离很小 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 比喻 轻视机为紧破为己 也比喻 视为严谨 与严谨罪 嘴不容住 主义死心都不足以抵掌其罪心 形容嘴大恶极 似有于故 前无故人 这是一个不好意思 这是以前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前夫所指 为众人所指责 形容触犯冲怒 也很不记忆 直接说些无聊的还没有一句诚情的 实行自用 形容固执其前 自以为是 做敌分赃 不亲自作案 而作等分之赃后 良悠不齐 好人和坏人参加在一起 曾几何时 这世界过去没有多久 哎 啊嘞 这感觉 跟我想象的意思 差如好大呀 曾几何时 嗯 他正说的是 这世界过去没有多久 江河云下 别离十五日去衰落 经过一天不如一天 身体力行 亲身体验 努力实行 灯风早起 比喻成就 达到最高境界 也可比喻做坏事 照光到了几点 就是好的话 他都能用呗 灯红酒绿 形容循环 做了的腐化生活 也形容 都市 毁于了 场所夜晚的繁华景象 粉末登场 化妆上台演戏 但现在呢 多用来比喻 打扮一番后 登上政治舞台 含有 季风的意思 后面是什么呀 这些古文呀 好可怕呀 我都不会背了 我来瞅瞅啊 输到的 这些都是当年背的 要死要活的呀 批发戏批发戏 还挺喜欢的呢 不是发现当年 当年也是全都背的吗 不太记得了 巡洋江头夜松客 萌叶地花秋色色 主人下马克在船 举酒欲饮无关宣 最不周患残江别 别是茫茫将近月 我会水上笛把声 主人王贵可不发 寻生安闻 探着谁 琵琶声听 欲欲齿 一转向近 遥相见 天就回灯 中开眼 千呼万唤试出来 又抱琵琶 伴着面 转轴波 献三两声 回程取掉 献有情 献献烟 一生生死 四肃平生 不得已 离眉心首 叙叙叹 说紧心中 无限事 青龙漫年 莫腹跳 诸为你上 后旅药 大仙草草如鸡语 小仙妾妾如丝语 草草妾妾挫杂杂 感觉 凝却不动 顺残邪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 声有声 一命炸破水浆崩 也嫉妒出盗江铭 曲终收拨当心话 死线一生如烈泊 都穿西方桥无烟 未见江星九月白 这段太经典了 春莹放波差线中 争端衣裳及脸绒 此言本是精神语 夹在 夹在哪了 夹在沙漠里下注 十三学的琵琶城 秘书教坊第一步 去吧曾教山财富 装车没被求酿度 狐狸年少正颤抖 一句后哨不知书 一个金字棒一个天 念什么呀 我现在记起来 我当年背的是哪两段 背的是那个 此时无声声有声的一段 难怪下面这一个 我好不熟呀 看看这个念啥呀 一个金字棒一个天 这个字哦 念电了 电 电头云 哇 这个也不愿意 啥呀 一个竹子头一个 什么东西啊 然后再一个笔 它是一种数字念笔 好的 电头云笔季节岁 血色落群翻九五 今年欢笑赴明年 秋月春风等险度 低头从群恶意死 母举招来颜色谷 门前冷落爱马戏 老大家座商人府 商人中离清别离 前院府两脉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 绕着月明江水寒 夜深红梦少年时 梦体装红泪懒干 我闻琵琶一探戏 又闻词语中积极 都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曾去念子弟经 弟举我并训养成 训养地皮五一月 终遂不闻四处声 出情梦将弟弟时 黄露鼓竹绕斩声 几件带目闻合物 独卷踢血愿爱命 春江花照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情 岂无善歌与寸笛 欧亚朝此难未听 今月闻君琵琶雨 书听先月二三明 莫子更作弹一句 为君犯作四八星 但我此言两久力 却作祖先先传击 奇迹不思相前生 满座重魂皆延起 左中其下 谁最多 江州司马 青山石 啊 这是好悲伤啊 太悲伤了 这就是两个人啊 信心相惜 被对方的音乐和故事勾起了 就是对自己悲伤了 情理 就两个人啊 原来你也在这里 不管有什么感觉 睡着了吗 哎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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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學業進步 遠點向上好好學習 工程名就 金棒基民 哈哈哈哈 考上自己喜歡的大學 成為一個對社會 對國家都有用的同量之在 可的話說了這麼多 還不如祝你好夢呢 好啦 晚安囉 明天也要好好學習哦